高雄前京區的一間日式餐廳在昨天深夜也是爆發了巨重事件 一名裝信男子跟朋友一窺到餐廳慶生 沒有想到幾杯黃湯下肚之後這個男子的情緒失控 不但呢是猛嗆別人還徒手攻擊 今晚說一旁的朋友跳出來勸架 但是這個男子怎麼樣勸就是聽不進去 援警抵達現場最後只好動用強制力才結束了這場鬧劇 餐廳其樓內大批援警抵達將黑衣人 團團包圍 就算警方到場但這群人不罷休繼續大聲叫囂 眼看情況就要失控 援警也高噴被呵斥 警方動用強制力驅離 所有也將相關人士一一帶回 原來稍早前這群人一起參加慶生聚會 沒想到席間有男子幾杯黃湯下肚 竟出手殴打被害人 隨後甚至傳出有一方繞人前來助陣 兩台車然後下來四五六個人 拿那個棒球棒 附近民眾看到真的嚇一大跳 事發在19號深夜11點多高雄前京區自強三路的日式餐廳 不久前裝姓男子跟徐姓被害人以及幾個朋友 大伙兒一同慶生沒想到男子疑似喝多了 竟情緒失控徒手攻擊被害人 儘管一旁朋友勸嫁但男子置之不理 直到警方抵達這才結束鬧劇 造成徐姓男子左邊眼角受傷 爆炸後五大案 全案一刑罰傷害罪嫌移送 明明三五好友相聚 男子卻久厚失態 還攻擊毆打朋友 如今不僅吃上官司 跟朋友之間的友情恐怕也已經出現裂痕 借高雄做麼的